哈喽,大家好,我是《互星》的作者《九路飞虾》 也是《互星》的主编 是一本有点旧熟感的小说 有点守护心灵的意思 脑子里面有一个梗 然后就直接开始创作了 大概是1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想写一个稍微正经一点的故事 虽然现在《互星》的原文看起来 有点不太正经 但是对我来说 它已经是一个比较正经的故事了 因为我之前的很多小说 其实写的都会比较搞笑 这个就太多了 比如说前妻的话 是那个天药在院子里面洗澡 然后被宴回看到的那个画面 然后因为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生活经历 就是有一次跟我一个同学去他家玩 然后他家是那种就是农村的那种小院落 我第一次知道 竟然还有人是在院子里面洗澡的 然后就是从他们家的井里面打一盆水出来 然后放到院子里面晒一天 那个水就热了 然后就可以在夕阳下山之后 就把家里边的人全部赶出去 然后我跟他两个人在院子里面洗澡 这是我自己非常特殊的就是生活体验 然后我就想把它写进书里面 这是一个后面还有一些就是宴回抽鞭子呀 就这样比较重的情感 我也是很喜欢这样的就是明朝念的 故事的话呢 它也是我写过最长的一本小说 剧的创作的话相对来说 会比小说要更有限制性一些 因为很多小说里面可以天马行空的画面 落到剧里面可能会 因为现实的原因可能会拍不出来 所以就是在各种画面上可能会要收敛一点 但是在保留上面的话 人设和故事的主感 我们是会尽量的会去保留他的 就是基本上男女主的人设 包括每一个配角的人设 我们不能说没有动吧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动 会把这个人物就是变得更加的去挖掘 他的立足点是什么 所以会做一下这个人物吧 然后在情节上面 我们基本上是主要的情节都保留了 就是男主他去寻找身体这个竹梗 我们是保留了 但是我们会在这个竹梗上面去丰富一些细节 就比如说添加一些笑点 然后把有的就是圆文可能没有那么平的情 就是没有那么起伏的情节 我们再去给他做一些起伏 我看到大家就是前期的筹备 就不管是导演也好制片也好 还有各个部门 大家都非常的非常的努力 也可以说是很用心了 但是因为影视剧它是受各方面的影响嘛 所以它有个很长的拍摄周期 也有个很长的后期周期 我心里边其实还是抱有期待的啦 就跟大家一起期待 就是这部剧最后做出来的成片的效果是什么样子 好 3 2 1 1 2 生日快乐 1 2 3 生日快乐 1 2 1 2 1 1 3 2 4 2 4 3 4 2 5 2 4 2 4 2 5 2 5 2 5 1 5 2 5 2 5 2 6 5 6 6 7 9